第三次提一封閉的螺形線圈在下列哪一種情形下會產生感應電流 我們知道必須要有磁場變化才會產生感應電流 B選項在線圈內靜置一塊磁鐵 他們彼此之間沒有相對運動所以沒有磁場變化 所以不會有感應電流 C選項將線圈套在另外一個線圈上 在這裡沒有磁鐵沒有電流 所以沒有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根本就沒有磁場當然沒有磁場變化 所以當然也不會有感應電流 株選項將線圈依照地球磁場放置 這裡也看不出來會有磁場變化 所以株選項也是錯的 那麼A選項當棒形磁鐵通過線圈 當我們的磁棒靠近跟遠離的時候 就會有所謂的磁場變化 因此可以產生感應電流 所以A選項是對的 所以第三十四題問我們說 一封閉的螺形線圈在下列哪一種情況下 會產生感應電流 我們的答案選擇是A 當一棒形磁鐵通過線圈